《城邦電台》 陳雲時事短評 特首吟詩 幾好 香港真是風流踢躺 師兄大發 好像以前溫家寶總理下來香港 唸一下林則徐的詩 只不過今次特首唸的 不是士大夫 大秦府 臨危壽命的 顧命大臣 張之棟 林則徐 李鴻章 曾國藩 那些可以在我們精引的時候 當然可以精引宋明 唐也可以 但是如果是近代 如果真的要精引清朝的 都一定是精引這些晚清的 慈國大臣的師才慈仰 所以溫總理就為香港特區成立了個好榜樣 林鄭月娥特首在今年七一國慶酒會 即是香港國慶特別行政區成立日 即是香港國慶日的官方說法 不是我作的 你看看公眾假期表 是叫做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日 即是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紀念日一樣 不是說香港回歸日 或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紀念日 那些那麼淪盡 很簡單 就是特區成立紀念日 可以當香港國慶的 香港當然不是國家 是附庸國 或者是城邦國也可以 林鄭月娥女士在國慶致詞 講了大堆的說話 即是說領導人怎樣關注 但是亦都講了一些惡狠狠的說話 就是說這個特區政府 是不容許碰觸這個國家底線的行為 我們就不知她講什麼 語言不詳 大體上有什麼碰觸國家底線 中共有什麼國家底線 其實是沒有的 他說 譬如說 我們上一次的短評都講過 美國國防部長去到北京 跟他談了一會 習近平總統居然說 我們那個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原則 是不可碰觸的 我就一定是寸土不讓 當然了 習總統就說不是寸土不讓 一寸領土都不可以丟失 轉過頭來搞什麼呢 轉過頭來 美國公佈在美國駐中華民國在台灣的 類似領事館的組織 就叫做美國在台協會 就說裡面將會駐守海軍陸戰隊 暗中給予這個類似大使館的位置 中共亦都沒有什麼聲出 習慣的 這些喪權辱國的事情 最重要是掌權 所以 估計林鄭月娥說的國家底線不能碰觸 那些有什麼問題 那些就是港獨 港獨是中共炮製出來的 自吹自擂 自作自秀 自己炮製出來 然後打贏了 然後戰勝了港獨 香港有一個很大的敵人 那個是中共做出來的港獨 然後我們現在打掛它 不准你們講港獨自決那些參選 那些都有些用處 用處就是防止那些假港獨 那些又不是港獨 就是以為上一次選舉的時候 很輕鄉 以為港獨自決那些 例如劉小禮那些 就說自決什麼什麼 那很可能都沒有得參選 如果林鄭出了這樣的說話 如果劉小禮有得參選 就是林鄭特首 故作狂言 失信於民 希望政府好好執行 這個特首的指引 將真港獨也好 假港獨也好 自決也好 自決命運也好 或者2047年才自決命運也好 全部都是一足高 打一船人 全部當港獨 沒有得參選 那都算是言出必行的 說完一大堆說話之後 林鄭特首就開始有些啞慶了 他說特區政府做事 就要保民生 什麼什麼 他就引了唐代的文人 也就是詩人 道府 道公報 兩句詩 找來自放 自給道府那兩首詩 那兩句詩 那兩句詩是什麼呢 就是 隨風潛入夜 潤密細無聲 這就是引致 道府的S.O.C. 詩題 就叫做 春夜喜雨 全詩是這樣的 好雨知時節 當春乃發生 隨風潛入夜 潤密細無聲 野徑雲驅黑 江旋火毒明 曉漢紅濕處 花寵 敢觀成 這裡說到 春天時及時下了一陣雨 晚上下 隨風潛入夜 潤密細無聲 然後就是 因為是晚上下 落到 那些路都黑了 那時候 晚上那些船 那些火是 著了 那 早上看一看 看到那些泥間的小路 小泥路 都有點紅紅濕濕 大家不要想到一些邪事 只不過是一些落花 落花被雨打了出來 那就是 花重敢觀成 即是說 在錦觀成那裏 那些花 就落一落 在泥徑那裏 那裏 這些都是一些詩人雅慶 亦都是歌頌 春天有個及詩語 知緣萬物 沒什麽特別 只不過詩慶幾好 亦是 用詞 用詞 精靜 亦是 讀開一面 這裏 這些詩是小雅的詩 講一些 雅慶 淫風弄月那類 徐風潛入夜 潤蜜細無聲 講下 天 生萬物之德 這樣 如果是 做官的 即是一個地方的首長 當是以前的秦府也好 總督也好 或者是泰秀也好 那是不應該自比於春雨 因為這個是潛穴 習總統講就沒有問題 習總統講天講雨都沒有問題 因為他是天子 按照鼓勵 他又可以自比為春雨 一方的大臣 類似秦府 總督 泰秀 周長那些 不講得自己是春雨 這個潛穴 自比為天 所謂天無二日 人無二主 不可以這樣講法 一來 這個潛穴 二來是甚麼呢 二來這首詩 是講大自然做事 做物者 上天做事是暗中做 慢慢做 你起身就知道 上天可以這樣做事 但是我們做政府的 做王的 是不可以這樣做事的 做政府的 做王的 是一定要明實 相符 做事一定要先講給老百姓 你正在做甚麼 講個名 之後才行其實 跟著老百姓 或者是士大夫 或者是一些文人 今天就等於輿論 或者是議員 或者是政府的 其他的諮詢組織 你公佈了要做甚麼 人家就可以跟你 可以監察 可以一步步的財政撥款 可以看 做不到就是彈劾 或者是截了錢 這樣才是老 怎麼會陰陰濕濕 做了先說 你第二天看便知道 遍地都是落紅 遍地都是花 又濕又成 你小心行路 Mind the slippery floor 先說一下 Mind the slippery floor 小心路滑 跌倒你自己的事 政府做事不是這樣 好心理 即是說 亦都可以看到 當朝政府 起草文書 起草這些 特別行政區 成立紀念日 這些大日子 中共叫做回歸紀念日 這些 辭令要小心 一來不要潛越 不要自比為天 二來做事要光明磊落 言出必行 跟著要做大事 要洗公帑 必須要公佈有個計劃 北京那邊都有十一五計劃 都有大張旗鼓 說中國製造2025那些 說給美國聽 不要說給中國人民聽 這麼公開 這麼透明 都有 特區政府做事 更加是 有多少就說多少 不要說做了才算 這些就是以前 梁振英特首那些 成熟一項就推出一項 我未成熟的時候 我不說你聽 這樣不是做事 不對勁 這些是 不是證人君子 亦不是一個 有百多年現代歷史的 政府的行為 所以可以看到 政府的讚稿人 是 不知所謂 另外 讀稿的特首亦都是 附庸風雅 以為是馮藝詩都好 但有些詩不可以用 譬如藍詩、黃詩那些 不能用 杜虎詩 因為杜虎是一個 卑虎的文人 他平日沒有做過大官 他議論朝政的多 法勞騷的多 歌詠的 雙春悲秋的亦都多 在文學上的造藝極高 但做王的、從政的、一方大元 是不會引杜虎的 除非你真是說 講那些 註門酒肉臭 老友凍死骨 那些 那些都是士大夫批評政府的 就不會說是引這些 嘲諷朝政的事 來自己說 所以政府引的詩 即朝中大官引的詩 是有另外的風格 或者另外的選材 即是好像溫家寶總理 引林則徐 一方大元 即是 督軍巡虎 來整頓朝政用的 反映用的 燒鴉片用的 那些是沒有問題 那些是絕對是合議 那麼引杜虎呢 就是我們叫做引遇失意 富翁風雅 也請坐 議員 好 嘴裡 那些總理 跟你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